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它说呢 边长是六公分的这个正方体 它的体积是多少立方公分呢 好 我们已经理解了正方体的这个体积公式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公式拿出来用啦 想想看公式是什么 正方体的体积就是边长乘以边长乘以边长 对不对 秘诀是什么 正方形的面积是边长乘以边长而已 那体积的话要再多乘以一次边长 所以这个边长是几公分 哎 你看嘛 就是六公分 因为不管在哪里它都是六 对不对 好 所以这里呢 你最后就把什么三个六拿来相乘 OK 六乘以六乘以六 那是三十六乘以六 那三十六乘以六是多少呢 稍微算一下 六六三十六进三对不对 然后呢 六三十八 所以再加三就变二了 二一六 所以答案是二一六立方公分 你算对了吗 我算是三十八